9月7日晚 全美华人专业人士协会 与三角形科技美国公司 共同举办中秋联欢晚会 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 老友新鹏 欢聚一堂 品尝月饼 把酒盐欢 唱序旧友情 漫谈新科技 在异国他乡欢度中华民族特有的中秋佳节 由美国的华人专业人士和企业家组成的 非影影机构全美华人专业人士协会 本着促进美中华人各种专业人士 友谊 创业 交流和发展的宗旨 通过各种创造性商业合作与发展 奖项及奖学金的活动 以促进教育 医学 经济 文化 及科学各个方面的交流与理解 并提供项目的对接 金融与法律咨询服务的平台 明总他从北京总公司这次特地来 跟我们协会签下了战略合作 希望我们能够对洛杉矶的华侨 不管是做生意的 是科学界的 文化界的 能够做更进一步的联合 共同来庆祝中秋 同时又给大家展示了我们团结一致 为了新的技术 为了美国华人专业人士协会 能够共同发展 为更多的人服务 期待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好消息 不但是南加州 而且是全美各地来的 专业人士呢 齐齐一堂 大家来欢度这个佳节 非常的高兴 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三角型科技美国有限公司 在提供区块链技术创新 及云计算增值服务外 团队在区块链技术 尤其是公链应用与研发 云计算领域的发展之外 同时拥有核心技术能力 和自主研发团队的优势 双方携手合作 目的是锁定于促进中西双方的 区块链技术的交流与发展 同时对于区块链应用端的实践变革 再次进行资源融合 因为中西方的这个技术交流的合作 实在真的是能够碰出一些火花来 而且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见证 由锐角云团队与AACP团队的结合 更能塑造未来区块链的发展光明跟技术的一面 同时希望能够携手共同迈向 更好更明亮的科技与未来 华夏电视台记忆者 艾尔猫提示采访报道